大家好,我是小A,花達在收看小A的戰地翼固定翼教學視頻 今天小A來介紹戰地翼遊戲中的固定翼攻擊機 更詳細的說今天小A來教大家如何使用戰地翼地面支援攻擊機 我會介紹戰地翼攻擊機的一些屬性,一些弱點,還有地面攻擊機,一些再具裝備 同時我也會教大家如何用攻擊機來有效的在戰場上發揮 戰地翼攻擊機在戰場上可以適應多種不同的角色 他可以裝地面支援裝備來對付敵人的步兵 他也可以裝坦克殺手裝備專門來獵殺 敵人的地面裝甲 攻擊機還可以裝飛艇殺手裝備專門來對付敵人的空中飛艇巨獸 這飛艇殺手的火箭還可以對付敵人的轟炸機 小A今天帶的是默認的攻擊機裝備 那就是地面支援攻擊機裝備 這裝備是主要對付敵人的地面步兵 地面攻擊裝備給飛行員兩種不同的武器 一號武器是一門20毫米的機炮 這機炮對付地面步兵殺手力是非常高的 這機炮打出去的炮彈有箭射傷害 也可以用來摧毀敵人的建築物 不過這機炮對付敵人的重型裝甲 傷害不是非常高 只能對付敵人的蜻蜓裝甲 還有敵人的裝甲運輸再聚 地面支援攻擊機的二號武器 是8枚10公斤的炸彈 這炸彈主要是對付敵人集中在一起的士兵 這炸彈對敵人的地面裝甲傷害非常低 最後地面支援攻擊機還可以放兩個信號彈 這信號彈功能與狙擊手用的信號彈是一模一樣的 可以幫助友軍標出地面的敵人目標 殲敵1的攻擊機總共可以做兩位玩家 一位飛行員還有一位尾炮手 當攻擊機裡只有一位玩家 這位玩家的小隊成員可以選擇出身在這攻擊機上 這位新出生的小隊隊員會成為攻擊機的尾炮手 當然有一種戰術就是讓小隊成員在自己攻擊機上出身 然後玩家把攻擊機飛到敵人的戰列點 讓他們跳傘 這樣子可以一個一個的運輸小隊成員送到敵人的後方 不像戰地3、戰地4 戰地1沒有空中運輸再聚 以前戰地3、戰地4有空中運輸直升機 可以把小隊成員送到地圖哪一個點 戰地1沒有 所以小A有時候只能靠轟炸機 或者用攻擊機來把小隊成員送到敵人的後方 所以攻擊機的2號位置可以做一位尾炮手 這位尾炮手用的是一門射速非常快的輕機槍 這門輕機槍主要是對付敵人的空中載具 特別是對付一些咬攻擊機尾巴的敵人戰鬥機 尾炮手用的機槍打出去的子彈飛行速度非常快 可以打得非常遠 而且這門機槍的每分鐘最高射速也不慢 如果用這門機槍對著敵人飛機連續射擊 很快可以把敵人飛機的機翼打碎 另外尾炮手的機槍不僅僅可以打咬攻擊機尾巴的敵人戰鬥機 它還可以打飛機周圍的一些空中載具 比如說英國的BRISTOL FRB攻擊機 還有德國的Halberstadt攻擊機 他們的尾炮手可以攻擊飛機前方的一些目標 比如說飛行員在攻擊敵人的一架飛機 尾炮手可以把輕機槍轉過來 對著飛行員打的那個目標射擊 這尾炮手也可以對著飛機下方的一些目標射擊 小A認為攻擊機的尾炮手是相當重要的 我作為飛行員一直在考慮我的尾炮手的射擊角度 當敵人飛機咬尾巴的時候 我會給我的尾炮手一個非常清楚的角度來幹掉咬我們的敵機 另外就算我尾巴後面沒有敵機 尾炮手有時候可以幫我點出地面上的一些目標 幫助我尋找敵人尋找敵人的AA炮在哪裡 不過非常遺憾 大多數時候當攻擊機身邊沒有敵人空中載具的時候 尾炮手是沒有什麼事能幹的 最多他們能幫助飛行員點出一些地面目標 他們的機砲在空中很難幹掉地面的目標 所以大多數時候 小A有尾炮手跟小A飛一兩分鐘他們會跳傘 因為在後面實在是無聊 小A也不怪他們 現在小A來教大家如何使用戰敵衣的地面支援攻擊機 這種空中載具主要是對付敵人士兵用的 這個載具也可以算是一種地面偵察機 因為它可以任性耗彈幫助地面友軍點出地面敵軍 小A一般喜歡用著攻擊機對付敵人強點或者敵人站點的士兵 因為這時候大多數士兵喜歡聚集在一起 用地面支援攻擊機的機砲還有炸彈容易幹掉許多敵人士兵 小A建議大家攻擊敵人的時候 先要把飛機飛到高空 然後從高空慢慢地俯衝下來 先用機槍掃射地面的敵兵 能幹掉幾個就幹掉幾個 打傷也不要緊 因為當玩家飛過的時候馬上扔 玩家帶了8枚反步兵炸彈 打傷了士兵很有可能被陸續扔的炸彈炸死 如果做得成功的話 一下子可以幹掉3到4位戰機搶職的敵兵 玩家用地面支援攻擊機飛行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敵人士兵聚集在哪裡 經常看看大地圖 哪一個友軍的點在被敵人佔 還有哪一個點剛剛被敵人佔領 這時候飛過去 玩家應該可以找到許多敵人士兵 當然小A有時候也依靠地面的友軍 幫我點出一些敵人目標 我可以幹掉一兩個零零碎碎的跑位敵兵 玩家用地面支援攻擊任炸彈的時候 要有一定的提前量 因為這炸彈扔下去的時候有一點慣性 這炸彈離開飛機的時候還會在空中飛一會兒時間 所以玩家要算好扔炸彈的提前量 這其實沒有什麼很高的技巧 玩家多用幾次這些炸彈就會熟悉 怎麼用好這些炸彈 怎麼算它的提前量 不過小A建議大家如果要精確的炸到底 扔炸彈的時候飛機不應該飛得太高 小A一般喜歡在俯衝最後一剎那 我要拉起飛機的時候扔下炸彈 這樣子我離地面非常近 炸彈一下子就可以在地上引爆 但是小A要警告大家 我這樣子也有一定的風險 因為我這樣子很有可能被敵人坦克一下子炸下來 或者被敵人的輕機槍打傷打碎器 小A現在來指出一些攻擊機的存活技巧 至少小A是怎麼防止我的攻擊機被敵人擊落的 首先大家要記住攻擊機有兩大天敵 第一大天敵是敵人地面的防空炮 不管這防空炮是固定防空炮 還是敵人防空卡車上的防空炮 在低空飛行的時候被敵人防空炮打 這個防空炮對飛機造成的傷害是非常大的 而且很有可能把飛機的記憶打碎 被防空炮打中的時候 飛機也很難控制 因為這防空炮有一定的衝撞力 當玩家飛行攻擊機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地圖上的防空炮在哪裡 就算防空炮沒對著自己的飛機打 對有軍飛機打的時候 也要注意這防空炮的炮彈是從哪裡打出來的 攻擊機的第二大天敵是敵人的戰鬥機 特別是一些帶空炸機殺手的戰鬥機 就是帶火箭的戰鬥機 還有一些帶狗鬥裝備的戰鬥機 攻擊機的機動性不及戰鬥機 戰鬥機很快可以追上攻擊機 而且戰鬥機機炮對玩家使用的攻擊機機炮更有效 攻擊機機炮打出去的機炮炮彈 飛行速度太慢很難對付空中目標 所以很難擊落敵人的戰鬥機 攻擊機也沒有戰鬥機那麼敏捷 很難用機動來甩掉他們 特別是對付一位有經驗的老鳥 戰鬥機飛行員 想而一般遇到敵人的戰鬥機 不會與戰鬥機狗鬥 我要麼使用我的尾炮 試圖把敵人戰鬥機擊落 要麼我會往友軍佔領的起點飛過 希望友軍佔領的起點旁邊有防空炮 友軍可以幫我幹掉咬我尾巴的戰鬥機 當然還有一種辦法就是 讓飛行員後面做的尾炮手知道後面有戰鬥機咬尾 讓他來幹掉敵人的戰鬥機 像今天錄像的這幾場小A幾次遇到敵人的戰鬥機咬我尾巴 都是靠我的尾炮手救了小A一條命 更正確的說救了我們兩條命 除了敵人的防空炮 還有敵人的空中戰鬥機是攻擊機的兩個天敵之外 小A建議大家一般飛攻擊機的時候 盡量要飛在高空 不要飛得太低 飛得太低容易被敵人點出來 而且戰地一地面士兵的武器是可以打傷飛機的 如果連續射擊 還有可能把飛機的機翼打碎 飛機一旦機翼打碎的時候機動性會大大下降 也很難控制著飛機 飛得太低很有可能導致飛機 機翼打碎一剎那 飛機馬上撞地或者沒辦法爬升 玩家應該養成一個習慣 一旦打好敵人的目標馬上爬升 如果剛才被許多敵人攻擊 肯定是被敵人點出來 這時候玩家應該往地圖的邊緣飛行 讓自己的圖標在敵人的雷達上消失 就是在敵人的微型地圖上消失 另外玩家飛攻擊機的時候 也要一直養成維修自己飛機的習慣 就算被敵人打掉一點點血 玩家也要把飛機維修到滿血 有時候小A進攻地面目標的時候 有許多地面士兵向我開火 一下子把我飛機一大半血打掉 我逃跑的時候可能還會被敵人打掉一點血 如果我飛機不再滿血 還有可能這時候被敵人打瘫痪了 或者甚至被敵人摘落了 玩家維修飛機的時候也最好在高空維修 而且在地圖的邊緣維修 這樣子維修時不會被敵人的傷害中斷維修 最後小A建議大家飛攻擊機的時候 一直要點出敵人的空中戰鬥機 這樣子希望有軍的戰鬥機 還有有軍的防空炮可以把敵人的戰鬥機幹掉 防止他們來咬自己的尾巴 最後小A想說飛攻擊機的時候不要貪殺 不要為了多殺幾位敵兵 得到更高的分數去冒風險 攻擊機在地圖上是一種非常寶貴的載具 在老鳥手裡 攻擊機可以幫有軍很大的忙 可以削弱敵人地面的士兵數量 幫助有軍戰旗 反戰旗 幫助有軍突破包圍 一旦把敵人殺的老火了 敵人會一直守住防空炮 或者一直想要用戰鬥機來幹掉你 這時候小A不會忙著去幹掉敵人地面的士兵 有時候我就會在地圖的邊緣飛一會兒 等敵人防空炮使用者無聊了之後 或者等敵人戰鬥機被有軍擊落的時候 我再回去繼續騷擾敵人的地面士兵 我認為有一點耐心可以幫助玩家存火 先不要急操 盡量把自己飛機的安全作為第一 好,那麼今天小A就說到這裡 記得要說一下 我以後還會做其他一些固定裝備的介紹 還有教學 但是我發現我訂閱者並不喜歡看小A做的一些固定翼 視頻,所以可能這些視頻 不會像我一些步兵視頻做的那麼頻繁 不過大家如果有對固定翼的一些教學請求 我還會盡量滿足大家這些請求的 那麼今天小A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請大家保重,拜拜 謝謝